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如果你真的愛台灣 把錢拿出來 出錢出力 去美國找稅客 幫台灣買防禦性武器 那我還真的佩服你 你結果搞一個什麼神槍手計畫 草總不要變義和團 更好玩的是我看到廖小軍在按讚 你的身份是應該出來加碼 捐個兩億三億 你應該是出錢的人 你不是化修的人 我不是曹青城啊 你把我武藝來啊 對不對 我拿十億去給你小米家步槍 訓練神槍手 更可笑 我還看到一個我們的同業廖小軍 所以我們雖然這個 稍微彼此還就認識 他第一個跳下去按讚 說他這個支持這個 曹董的什麼十億 什麼三十萬神槍手的狙擊手的計畫 還是幾萬狙擊手計畫 我看了這些新聞 我真的就是抱著肚子笑 曹董你愛國我支持你 你愛台灣我也支持你 你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以前還在高喊這個兩岸統一 才2018年吧 你還在高喊 那時候還這個罵民進黨 現在怎麼搞的 經過兩三年你突然開口共匪 閉口共匪 然後共匪同路人 然後只要看法這個批評蔡英文 就變成共匪同路人 我一看你2018年的時候 還大力的鼓吹還登報 說你支持統一反對排毒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三年多你到底受了共產黨共匪 共匪然後你口中的共匪 什麼樣的欺負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轉變 不過我要講的是 你心向台灣是對的 因為人不能跳望天邊的彩霞 彩壞了眼前的玫瑰 人可以有理想可以夢想 可以跳望遠天邊的彩霞 可是你還是要珍惜眼前的玫瑰嘛 畢竟台灣是你的安家立命 絕大部分人安身立命的地方 但是你今天花這個錢 我看似作秀 今天中國要打台灣 是幾個飛彈把你移為平地 你的神槍手是要打什麼 打小鳥打斑鳩烤小鳥嗎 所以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我看了以後就覺得好笑 如果你真的愛台灣 你實意要幫台灣去買 什麼愛國者飛彈也好啦 或者是要去補這個薩德系統啦 那或者是你今天要作為一個 一屆愛國商人懸高吧 你呢就跟那個張忠謀一樣 去弄這個疫苗 或者是跟郭台銘一樣去弄疫苗 對不對 要不然就是自告奮勇的 去中介台灣的武器 然後你說來我10億我買單 我去想辦法透過我過去 這個聯電的所有的客戶的這個管道 我們去遊說美國 賣給我們這個最好的反飛彈系統 薩德啊什麼whatever啊 我不是武器專家 我不知道現在要因應這個中國這個飛彈 這樣的情況我們該買什麼 不過我相信市場上找專家一問就知道 如果你真的愛台灣把錢拿出來出錢出力 去美國找稅客幫台灣買防禦性武器 那我還真的佩服你 你結果搞一個什麼神槍手計畫 我真是笑的 這讓我想到一部電影叫做 Indiana Jones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 對不對 我記得 永遠記得那一幕 就有一個人呢 在耍那個鞭子耍了半天 然後很勇猛的樣子 就他的對手從口袋裡面西部牛仔 掏一把槍 砰 他就倒在地上 台灣要記得哈 不要變成義和團 所以這個這個曹董不要變義和團 那更好玩的是我看到廖小軍在在在在按讚 他這個計畫 什麼加入鼓勵大家加入 其實今天廖小軍 我覺得以台灣現在的狀況來講 有錢住錢有利出利 你住地保的人 你的目的不是要出來什麼 加入這個神槍手計畫 你的身份是應該出來加碼 捐個兩億三億 你沒有十億 你也有個三億 不像我們三億只能去苗栗的三億車站看 那你應該是出錢的人 你不是話修的人 但是這個錢不要浪費 要放在刀口上 要去添購對台灣有價值 美國不太願意賣的武器 大家運用個人的力量 出錢出力 去lobby美國的政府 就像早年 台灣在海外的許許多多的同鄉團體 他們出錢出力 去lobby美國的政府 訂定台灣關係法 軍售台灣是一樣的 所以假設你有一顆愛台灣的心 此刻不是作秀的時候 是出錢去替台灣購買防禦性的武器 當然不是手槍 絕對不是神槍手 因為你根本連神槍手的槍都還不及看到 你的家圓就被移為平地 海皇鮑魚乾杯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哦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哦